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而美美可口的罐头鱼 更加受到很多国外人士的欢迎 不过在岳光 罐头鱼似乎没有深受喜爱帮 原因在于它的营养价值 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调查团 我是调查员黄露 在节目开始之前 我首先要提醒各位观众朋友 我们今期的节目是有有奖文答环节的 所以想参加的朋友 记得要数一下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去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号 答问题 拿奖品 那进回整题 我相信罐头鱼是很多朋友都有吃过的 而它的营养价值问题 也都一直受到很多人的关注 那究竟罐头鱼是有没有营养的呢 今期的节目将会带着大家一起去调查清楚 一百多年前 世界上第一罐罐头鱼在广东诞生 随着现代罐头技术的发展 罐头鱼已经成为家鱼户晓的美味 然而罐头鱼发展的同时 伴隨而来也有很多质业 很多人都觉得将鱼加工成罐头鱼之后 鱼的营养成分会流失 但最近有全年就说罐头鱼的营养物质其实很多 甚至它的蛋白质都有可能比鲜鱼重要多 不知道你们又怎么看呢 我自己感觉不相信 我感觉通常是新鲜的好 肯定是新鲜的了 新鲜的呀 我觉得应该是新鲜吧 好了我们上次的 新鲜的 应该新鲜的多一点吧 新鲜的但不是多一点好一点吧 新鲜鱼吧 三星的高低了 炸着就一定快发着了嘛 那个久了嘛 花时间长了嘛 因为它没有经过那个什么长期的保存 经过加工之类的 鱼罐头可能是加添加其他东西 对人家 三星的都很好 经过刚刚的街坊结果 我们就可以知道 其实很多人都认为 这个鲜鱼的蛋白质 是会比罐头鱼更加之多的 其实在我自己的角度 我都认为是这样 因为这个罐头鱼做完之后 整条鱼都干了 而且连颜色都变了 那还哪里会有营养啊 不过不信说不信 我都不敢轻易地下结论了 那究竟这个罐头鱼的蛋白质 含量有多高呢 传言片广告 查了先说 我们马上展开调查 罐头鱼虽然好吃 但一直以来 它留给我们的印象 都是营养价值很低 所以并没有受到太大的欢迎 但现在竟然有人说 它的蛋白质比鲜鱼还要多 究竟这个是不是胸鱼来风呢 调查人随即买了两种常见的罐头鱼 和对应的两种鲜鱼 回来做实验 为了调查清楚 究竟是罐头鱼的蛋白质含量高 还是新鲜鱼的蛋白质含量高 那我就买了两罐罐头鱼回来 那就是我们平时吃开的 分别就有罐头的沙丁鱼 和罐头的豆豉鲫鱼 而相应地 亦都买了两条新鲜的沙丁鱼 和新鲜的鲫鱼 都来做对比的 当然我们现在用肉眼看不清楚 究竟它们哪个的蛋白质含量 更加高一点 所以还需要将它们送到检测机 透过进行蛋白质含量的检测 那现在我就将它们装到身上 现在我已经将它们全部都装好袋 马上就要将它们送到检测机的车 进行检测 黄老徐职带着这些罐头鱼 和新鲜的鱼 来到广州每周一检食品药品安全研究所 找到刘思环检测工程师 帮我们检测试检测 不知道它有什么收获 你好 这次是有事要你帮忙 这次是什么事 我想问你 你觉得这个鲜鱼的蛋白质高 还是这个罐头鱼的蛋白质高 这个很难说,要检测工程师 这样吗? 不过从我的角度来看 我觉得鲜鱼的蛋白质 一定会比这个罐头鱼的蛋白质高 但是网上有人说 这个罐头鱼的蛋白质比鲜鱼高很多 所以我觉得很奇怪 这次一定要你帮忙 你是想我帮你检测 检测一下罐头鱼和鲜鱼的蛋白质含量 对吗? 没错 那这次我带了这四个样品 那待会麻烦你帮我们检测一下 好的,没问题 刘老师拿过上样品之后 就开始帮我们检测这些罐头鱼和鲜鱼的蛋白质含量 不过他就告诉我们结果要两天之后才能够得到 在等待的这段时间里 调查完又一个新的发现到底是什么呢? 在我刚刚好心急地等待这个实验结果的过程里 我又听到有另外一个传言 就说不单只是蛋白质 这个罐头鱼的钙含量也是很高的 甚至乎比鲜鱼要高出10倍以上 那究竟又是怎样一回事呢? 下面我们马上去展开调查 什么?罐头鱼的钙含量竟然比鲜鱼高10倍以上? 黄露你是不是在开玩笑吗? 怎么可能?反正我就是不信的了 不知道各位街坊你们信不信呢? 这种可信度我不太相信 不会吧 不太相信 真的有点质疑 不相信 有什么可能 我也不觉得信 我始终来生鲜鱼的高低 肯定是谢谢 应该是一样的吧 钙应该是一样的 它可能有制作过程 它会不会再容易牺牲 都是鱼啊 为什么放到罐子里面就会翻10倍啊 从采访的结果来看 80%以上的街坊都不相信 罐头鱼的钙含量比鲜鱼高10倍以上 大部分都认为鲜鱼的钙含量 都是更加高 不过也有小部分人觉得 无论是罐头鱼还是鲜鱼 它们的钙含量都是一样的 我就知道这种说法 一定很难令大家相信的了 其实是我自己都不相信了 所以我决定一定要找一间 罐头鱼的加工厂 来了解一下情况 看看这些罐头鱼 究竟是怎样生产和制作出来的 而它的钙含量 是否真的会比鲜鱼高10倍这么多呢 我们现在马上出发了 带着这个问题 黄露来到广州应金前企业集团公司 找到黄理常总工程师寻找答案 黄理常现任广州应金前企业集团公司总工程师 即称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在黄露的带领之下 黄露换上了工作服 并且进行消毒清理 然后和黄露换上罐头鱼加工厂进行参观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了解到罐头鱼的某一道生产工序 从原料处理到调味 装罐到排气密封 都是经过严格的监控 那罐头鱼的钙含量 会不会和这些工艺有关呢 黄露换上一个问题就是想问你 这个罐头鱼按道理来说 它的钙含量应该和鲜鱼是差不多的 但又有传闻说 这个罐头鱼内钙的含量 是比鲜鱼多了十倍那么多 这个又是不是真的呢 我觉得这个说法应该不太多 如果吃罐头鱼以后 对人家的钙会增多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我们平时正常吃鱼的时候 因为鱼翅比较多是不吃那些鱼骨的 但是我们的罐头 经过我们的罐头的流程的制作过程 到我们的产品 那个鱼骨是疏松的 是很易食用的 所以吃罐头鱼 就是将那些钙 可以全部吸收到在人体育边 所以就说吃罐头鱼的補的钙 会比吃鲜鱼的高 就是这样的原因 不是 对 对 王中就说罐头鱼的钙含量会增多 这个主要跟罐头鱼的制作工艺有关 在罐头鱼的制作过程当中 高温高压加以令到鱼骨变酥变软 大量骨钙溶出 故意含鱼骨的罐头鱼产品当中的钙含量就会增加 王中就说这个罐头鱼的生产工艺 是会令到罐头鱼的钙含量增加的 我觉得大家一定会对这种说法有所怀疑 所以我就决定要用科学的数据去说话 我现在已经来到了微生物分析检测中心 等会我会拿这两罐的罐头鱼和两盒鲜鱼 去给我们的检测人员帮手进行检测 看看这两种鱼里面的钙含量究竟有多少 我现在就马上去找魏老师 经过检测我们知道罐头鱼鱼的钙含量为每千克634毫克 新鲜沙丁鱼的钙含量为每千克217毫克 罐头鱼鱼的钙含量为每千克813毫克 新鲜鱼鱼的钙含量为每千克521毫克 很明显罐头鱼的钙含量比新鲜鱼的钙含量要高很多 原来这个罐头鱼的钙含量真是很高的 虽然没有十倍那么夸张 但是都是要比鲜鱼高很多的 调查到了这里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们之前检测了罐头鱼和鲜鱼的蛋白质含量 现在检测的结果已经出来了 那我们一起去看看 很快我们拿到最终的检测结果 但结果却令到我们很惊讶 虽然罐头鱼的钙含量 并没有比新鲜鱼的要高 但是却和鲜鱼的蛋白质相差不多 这个又是什么原因呢 黄露再次找到黄总 平时在黄总的带领之下 对罐头鱼的制作工艺作进一步的探查 这一次我们了解到罐头鱼 在经过真空蜜蜂之后 还要经过清洗 然后用黄色密菌窩高温杀菌 最后才可以出城板金 黄总我们刚刚参观完这个车间 看到这个制作过程 其实时间也很长 罐头鱼经过了这么多的步骤之后 它的蛋白质为什么会没有减少到呢 因为是这样 蛋白质在115度到121度之间 就不会造成任何损失 我们的罐头食品在118度到119度之间 所以蛋白质是不会有用的上色 原来是这样 这样说的话 即是罐头鱼的营养价值 比鲜鱼更加高 是这样的话 以后就吃罐头鱼好了 好了 今次我有口福了 那是 喂喂喂 黄露 吃到你这么开心 但是作为一位调查员 你怎么可以这么不谨慎 这些是罐头鱼 可以保存这么久 难道你一点都不担心 它们有什么问题吗 小心吃到你整盒都是防腐剂 黄总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现在也是有点点担心 不敢放心去食用罐头鱼 为什么 那我首先想问一下你 你们这个鱼的保质期是有多长的 我们的保质期一般都可以生成的 那就是了 一罐鱼可以放三十六个月都不变质 还不在里面放了这个防腐剂 不需要 罐头是不需要添加任何防腐剂的 是不是真的 如果你是这样说 我又不可以完全相信 不过如果你可以给两罐罐头鱼 我拿去检测的话 这个检测的结果出来了 证明他真的没有防腐剂的话 那我相信就可以安心地食用了 没问题 面对调查研究质疑 黄总表现得很有信心 而黄老提出要在他这里 拿罐头鱼回去检测 是不是有防腐剂的时候 黄总就很爽快地答应了 最后黄总叫工作人员 带着黄老去到成品包装区 拿两罐不同的罐头鱼回去检测 黄总刚刚很肯定地跟我说 他们的罐头鱼是不含防腐剂的 不过我就不相信了 所以我就决定要带着 他们这两罐的罐头鱼 和我自己买回来的两罐罐头鱼 一起来到广东省微生物分析检测 中心对他们进行检测 看看他们里面究竟是否有防腐剂的 究竟这些罐头鱼有没有防腐剂 罐头鱼还有没有其他安全问题 我们可不可以放心食用罐头鱼 千万不要走开 广告回来之后更多精彩内容等着你 欢迎继续收看生活调查团 在上节的节目里面我们就可以知道 其实罐头鱼的蛋白质含量和钙含量 都是很高的 而且它的钙含量还要比鲜鱼高出很多 正当我以为自己可以安心地 食用这些罐头鱼的时候 又有一个令人担心的问题出现了 就是这个罐头鱼里面可能会有防腐剂 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 我就将罐头鱼送到这个检测机构 进行检测 不知道现在检测成如何呢 经过一系列检测之后 我们取得了检测结果 但令到我们感到意外的是 这四种罐头鱼竟然都没有防腐剂 那又为什么呢 黄露再次来到广州 应金钱企业集团公司 找到黄总的假情况 黄总 黄总 不好意思 我们误会了你们 刚刚的这间检测 我们发现这些罐头鱼里面 真的没有睡防腐剂 但是为什么可以保存这么久的时间呢 你想不想知道呢 我们的罐头经过原料处理以后 就是经过抽蒸空封口 就是经过高温高压的杀菌 就达到商业模拟的要求 所以就不需要添加任何防腐剂 都可以达到这么长的保职期 这么厉害呢 是的 另外一个就是 比较努力的证据就是 防腐剂出现到现在的历史 出现50年 但是我们罐头的历史 已经是100年了 所以足以证明 罐头是不需要添加任何防腐剂的 黄总 告诉我们 由于罐头鱼在制作过程当中 会使用高温进行杀菌、灭菌处理 并且会用专业的仪器 对罐头鱼进行排气处理 防止外界污染和氧气的进入 从而令到食品 长期保持稳定可食的状态 所以罐头鱼是不需要 使用防腐剂的情况之下 都可以长期保存的 调查到了这里 我们就可以知道 其实罐头鱼的蛋白质含量 和钙含量都是很高的 而且它是没有防腐剂的 不过就有人说 我们依然不可以轻易地吃罐头鱼 因为它里面很可能会有重金属园 吃了的话 就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 那这种说法又是不是真的呢 我们继续调查下去 传言说如果用来做罐头鱼 是受过重金属污染的鱼 在高温之下随着骨头变素变软 其中的污染物也会大量溶出 加大对人体的危险 究竟这些罐头鱼 有没有含有重金属园呢 调查人决定对这些罐头鱼 进行重金属检查实验 那现在在我面前摆住的 就有四种不同的罐头鱼 那除了以后的这个罐头鱼 是在这个罐头床里拿回来之外 另外三款的罐头鱼 都是在市面上买回来的 除此之外 这里还有一个重金属园的检测事件 等一会我就会用它 对这四种罐头鱼 进行重金属园的检测 现在我首先要将四种罐头鱼 分别取样 好 现在我已经将四种罐头鱼 全部都取样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将它在上面加水 好 现在我已经将四种罐头鱼 接下来就要用这个重金属园的检测事件 对护地和检测 首先要用这个市纸A在上面 吃一滴先的 好 现在我已经将四种罐头鱼 现在我已经将四种罐头鱼 接下来就要用这个重金属园的检测事件 对护地和检测事件 首先要用这个四种罐头鱼 在上面吃一滴先的 好 现在我已经将这个市纸A 全部滴在四个罐头鱼里面 而它们需要浸泡十分钟 而十分钟过去之后 我们就需要将剩下的三种子 对着它进行检测 十分钟之后 黄露分别用滴管取一毫升的罐头鱼 代餐液在四个离心管当中 然后在四个离心管当中 依次加入三滴的指示剂B 一滴的指示剂C 和一滴的指示剂D 然后将它们搅匀反应 三分钟之后 观察离心管当中的液体颜色变化 好了 现在三分钟过去 我们就要来看看 这四种样品的反应结果究竟是怎样 首先我们可以根据 这个重金属园的试质说明书 就告诉我们 如果这个样品反应出来的结果 是层面红色或者是橙红色的话 即是说明这个样品是含有 红金属园的 如果它是层面黄色的话 即是说明它是安全的 我们先看看四种样品的反应结果 1号的这个反应结果 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层面一个黄色的 也就是说明 1号的半透鱼是安全的 2号的半透鱼 它的这个反应结果 亦是层面黄色的 也就是说明它是安全的 第三个半透鱼 3号的半透鱼 它是层面黄色的 所以3号半透鱼 它是安心食用的 到4号的半透鱼 虽然它反应出来的颜色 是比较深大 依然层面黄色的 也就是说明它是安全的 通过上面的实验 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4罐的半透鱼 全部都是没有含有重金属园的 从检测机来看 我们这次检测的4种半透鱼 都没有重金属园 不知道它们会不会含有其他重金属 这个罐头里面 会不会有重金属的呢 我们的检测机 这个是淡水鱼 重金属是非常非常微 是属于局标的范围之内 通常这些重金属 多数都是燃料受到污染 比如海鱼 有不同距越保留的那些鱼 重金属的特别高 它是因为距越那些水 受到污染 所以那些重金属 吸附于鱼的表面 但是我这些淡水鱼是鱼塘养殖的 那些鱼塘是我们公司 都是得罐下的监控的 所以不用担心这个重金属的问题 绝对是特别的 王仲刚刚就说了 其实跟淡水鱼相比 深海鱼是更加容易受到重金属的污染的 所以大家在选择罐头鱼的时候 最好就选择像凌鱼那样的淡水鱼 那最后也到了大家关心的问题 就是从这么多个调查结果里面看 我们发现原来罐头鱼是安全的 不过是否就可以说明了 我们可以安心地食用这些罐头鱼呢 当然是很放心吃 刚才你也看到整个工业流程 从原料的处理到高温高压杀矿 整个流程都觉得很放心吃人 罐头呢 它有一个特点就是 安全健康营养美味 所以中国贡华协会 这几年都在推广我们的罐头的理念 王仲就说 从卫生安全角度来看 罐头鱼是可以安心食用的 因为罐头鱼无添加防护剂 而且它的每一个生产环节 都是经过严格的监控 而从营养价值方面来看 罐头鱼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盖 可以更加放心食用 但从营养均衡的角度来看 我们还是要注意罐头鱼的食物 由此就可以知道 我们可以安心地食用罐头鱼 因为它里面有丰富的营养物质 除此之外 还有铁、新典等的微量元素 对于补充矿物质是有一定的帮助 从营养均衡的角度来看 我们在食罐头鱼的时候 最好搭配一些新鲜的蔬菜和豆类 最好多吃一些水果 调查到这里 相信大家对这期的节目都要介绍了不少 最后就进入我们的有奖环节 如果知道今期答案的观众朋友 记得把答案、姓名、电话和地址 发到微信公众号上 答案的值得獲得 由广州英金钱企业集团公司提供的 罐头鱼离合套装 或者名单 最会在微信公众号头条公布 这期的有奖问答问题是 罐头鱼在制作过程当中 哪种物质不会流失呢? A. 维生素 B. 蛋白质 C. 脂肪酸 D. 钙 调查到这里 我们就可以知道 其实罐头鱼的蛋白质含量 和鲜鱼是差不多的 甚至乎这个钙含量 还要比鲜鱼高 而且它里面是没有防腐剂 和重金属 所以大家就可以安心地食用 好了 我们今期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 再次提醒各位 记得参加我们今晚的有奖 问答环节 答案问题的前六位观众 就可以获得由广州英金钱企业集团公司 提供的罐头鱼离合套一份 如果你想获得更多的节目资讯的话 记得数一下二维码 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号 我们下期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